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差的是韵味 但韵味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无论是理解其中的内行和具体演奏中的表现都有一定的难度 而韵味的表现却是古鲁斯巴五的核心灵魂 如果没有韵味的音乐 那就意味着没有生命和情感 好多学习者都说 所有的技巧我都会了 也能演奏 好多乐器 为什么听起来就是没味道 很简单 给大家举个例子 让你来做一道菜 所有的配料都给你准备好 可能做出来的菜不一定好吃 如果你的配料得大 火候掌握得比较好 那这道菜一定可口 咱们大家都知道 要想做一道好菜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 做菜的各种配料 好比演奏葫芦斯的各种技巧 不仅要熟练 而且还要应用的到位 那么由这些不同的技巧调配出来的音乐 才有馅励的色彩 十足的韵味 要做到韵味十足 也是长久之功 葫芦斯包的演奏技巧可分为三大块 分别是手指技巧 舌头技巧和气息技巧 这也是演奏好葫芦斯包必备的三大基本功 三项叫技巧的巧妙运用 才能表现好音乐的韵味 音乐才会好听 要让自己和听众都觉得好听 其中有的技巧我就不再讲解 我只选一些重要的技巧来讲解韵味的表现 另外在本专辑中 还要讲一讲人们最头痛的一些问题 那就是葫芦斯包的基本的调整与维修 其中我会给大家尽量的讲清楚 每一个问题的原因 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 让大家更清楚 葫芦斯这件乐器的构造原理 更重要的是通过我的讲解 让大家更加的爱惜自己的乐器 提高大家识别乐器的能力 另外通过本专辑的讲解 让大家能亲自动手解决一些小问题 愿大家能在本专辑中有一次收获 本讲座传输个人心得 还望同仁们提出宝贵意见 在这里表示万般的感谢 欢迎订阅